1989年3月 李登輝應李光耀的邀請來到新加坡 这是李登輝首度以总统的身份出访 当时李光耀称李登輝为台湾来的总统 李登輝回了一句 虽不满意 但可以接受成为经典名言 1990年 防台25次的李光耀促成了1993年新加坡的孤王会谈 双礼关系进入蜜月期 但李登輝在回忆录写道 1994年6月 新加坡打算筹组中台新海空运公司 李光耀向他表示 要取得中国的信任 台湾得承认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 李登輝反对 说台湾要民主化 前途由全体人民决定 1995年到2000年 李光耀从未造访台湾 直到2000年 陈水扁总统上任后 李光耀才在当年的9月来台访问 李登輝说 你来到台湾 没有不同的 你没有连接触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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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连接触怨 你没有连接触怨 你怎么感觉到这么连接触怨 你能够发现新的事吗 李光耀下榻在红禧别馆 距离李登輝的住所 只有几百公志愿 但李登辉当时则是跟夫人曾文慧 前往宜兰郊西的金车企业招待所 不愿回应与李光耀相关的提问 你来做什么啊 你来看灰啊 你做什么啊 双礼就此分道扬镳 2004年 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来台访问 李登辉在饭店被记者赌到 我没有计划要去找李显龙 不回答就是不回答 李登辉对李氏家族掌权新加坡 以及李光耀所谓的亚洲价值 是完全不认同 双方曾隔空交火 由台湾开始了 打破这个亚洲鸡蛋 亚洲鸡蛋就是独裁的这个胸腕 这点就是给外国已经感觉 台湾有可能 台湾有可能 他这个坚强的 一个性格 他听很多人的意见 可是他的意见不变 两人相识多年 但对两岸以及民主的观点不同 让双礼关系就此渐行渐远 TVBS新闻综合报道